大家看前段时间牵插的这一颗大字条三角梅 已经长牙了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三角梅呢 其实大家先不要开心 这个根还没长出来 所以想要这个三角梅长根块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养护方法 首先是它长出来的这个新牙 不能给它长得太长 一般正常来说保留三片叶就可以了 直接给它打顶 因为它长得太快长得太长 会大量的消耗营养 这个时候根长不出来 吸收不了土壤中的营养 消耗的是植株中的营养 如果长得太快 植株中的营养耗尽就会枯萎 长不出根来 同时我们为了给它补充营养 最好是经常给它喷湿一点叶面肥 比如说用这种盐液氮肥 因为氮元素可以促进三角梅细胞快速分裂 让它有足够的营养来生长这一条新牙 让它的这个叶片长得更加的大 接收更多的光合作用 促进它长根 我们用这种盐液氮肥只需要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对水 大概五天给它喷一喷这个叶片 还有这个植株 这样呢就能保证它有充足的营养来生长 同时又不消耗植株中的一些营养 那么同时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 光合藏目多了 就容易让它长根 因为这种状态的三角梅多数是甲活 甲活也就是不长根只长牙 如果说处理不当的话呢 很容易就会枯萎掉 所以说大家扦插三角梅也好 其他花卉也好 也是一个样的道理 一定要注意这种问题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